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Hello 歡迎回來 大爆死 Bandai 模型同理砌一砌 趁三月差不多到三月中 還未有很多東西出 因為通常的東西是月尾出 清一清上個月尾的模型債 雖然《水星的魔女》已經做完一段時間 不過它Premium Bandai 限定的模型依然繼續出 相信這東西的內容有很多朋友在播放期間期待已久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Bandai HG 1比144 Mobisuit Gundam The Witch for Maguri Expansion Parks Set 1 這個《水星的魔女》的一個叫做伸延的Parks Set 其實最主要是預三家三架機體 在第二季的強化裝備 不要看它好像沒什麼 盒子都在說收我百多元 頂你個廢 立即開來和大家看看 好,砌好就是這麼多東西 不要看盒子有HG這麼大盒 其實砌出來很少東西 這盒子總共有四架機體用的Parks 先先這一抽就是古爾超人 古爾前輩用的Darilu Barouda強化配件 這兩個都是古爾前輩的機體 第二季都繼續有用的 就是迪蘭澤的矛 這就是劇中的顏色 因為原本的顏色是綠色 現在跟著一個粉紅色的給大家 這一支就是沙迪克惡魔審判者的強化Parks 這一個就是五號仔 伊蘭前輩用的鐵騎高達 在第二季的一個裝備 另外還有兩個小站 只有這麼少東西 撐你個廢 打頭陣的就是鐵騎高達 他的裝備就是兩把Beam Caliphers 出場的次數很少 不算開啟應該只有第十四集 對,跟打那些桌子的時候 五號仔伊蘭前輩求生意欲極強 說難得可以生存下來 我怎麼都不會死 用了這兩把Beam Caliphers去打桌子 之後就沒有再出現過了 其實鐵騎的Expansion Park 除了那兩把槍之外 其實他還有兩件東西 剛才沒有展示給大家看 一樣就是古關節的後半部分 現在左右都換了 還有一個支架 其實因為舊的古關節 是裝不到這兩個接駁Parks 掛不到那兩把槍上去 所以這盒子又跟了這四塊東西 剛才掛在大腿旁邊 現在就拿著兩把Beam Caliphers 給大家看看 不過這兩把東西 其實我覺得造型很抽象 不是很想到它是一把槍 其實樣子都是古靈精怪的 那兩把Beam Caliphers 就可以配合一把Beam Muscat 看看這裡 這個位置 可以反一個接駁Parks出來 然後呢 在尾這裡 可以拉開一格 大家可以看到 黃色這個位置 就是貼紙 然後呢 另一把就 讀下去 這個位置 我們又向後 推一格 大家可以看到 黃色這個位置 也是貼紙 這個位置 合完體 就是這樣 這把比較帥 沒有剛才那麼抽象 雖然也是抽象 不過就沒有剛才那麼… 那麼… 那樣子 Beam Muscat 拿著的效果就是這樣 其實也有型的造型 雖然 他的戰績只是打爆了這把 不過 外形上是… 挺特別的 跟著出場的就是 惡魔審判者用的 Javlin Blazer 第二十集的時候 沙迪克打算偷偷地運走去養虎 怎知道 途中就遇到這個古異 沙迪克就用這架 裝了Javlin Blazer 的惡魔審判者 跟Dailu Barouda 打了一場非常精彩的戰鬥 這把Javlin Blazer 其實我覺得挺適合這架 因為惡魔審判者的樣子 其實很有騎士風 騎士和吉吉槍是Best Match 所以這個武器我覺得 設計得挺好的 這把東西有少少位置要補少少色 就是這個位置的灰色 應該有四格 有四格仔補一補灰色 已經可以了 這把Javlin Blazer 其實有三樣武器 都會逐一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就是Drill Javelin 大家看到中間有一條飛索 扭著本體 都是平時的鐵線 可以扭不同角度 第二樣就是Strike Blazer 其實就是在Javlin Blazer這個位置 好像盾的位置 有一條飛索 又會飛出來的 大家看到 旁邊其實可以打開 效果大概就是這樣 這條鐵線和剛才那個不是同一條 它是一條鐵線一開二 給兩個不同的地方用 所以你可以一邊飛那個Javlin 和Strike Blazer 可以一起飛出來都可以 只要你有夠多的Stand 去Display 是沒問題的 而Strike Blazer 其實前面這個位置 都可以裝過激光劍的效果 不過很沽寒 它這個激光劍的效果 這盒只有兩條 其實要跟Dalilu Barouda共用 頂你個肺 你送多兩條給我 是不是會死啊 最後一樣 其實是一把小刀 類似暗器 他跟Dalilu Barouda 打的時候 打到短兵雙接 他偷偷地在這裡 新把刀出來 這裡有一把小刀 可以戒人 接著是第三隻 當然要先吊大家 都知道大家想看哪一架 不過這架也不錯 現在示範給大家看的 就是迪蘭澤的激光矛 以及激光短劍的Pax 其實之前都有的 之前跟盒送的那個是透明綠色的 現在這個 其實我之前應該都解釋過 其實綠色不是錯的 純粹是學校用 和實戰用出的火力不同 會影響了他的顏色 保密尋歸底 我想這盒 大家最想要應該是 Dalilu Barouda的強化裝備 畢竟古耳超人 古耳前輩 第二季真的有型到瘋了 所以我想大家是 最想要這一套的裝備 最主要就是兩個盾 變成一個很大的盾 推進 推進器就變成這樣 多一些機械避 我想大家對於古耳前輩 和Dalilu Barouda 在第二季的表現 印象都相當深刻 Dalilu Barouda 這個狀態就打過兩場 一場就是跟 風靈改修型打 一場就是跟惡魔審判者打 兩場都打得非常好看 我想所以大家最想要 全盒最想要的就是這個裝備 剛才都說過 最主要就是換了肩膀的兩個盾 變成兩個大型的Dia Ambika 背包就換了一個 裝了有四隻Coussai Isbara 即是浮遊手臂 裝了四個浮遊手臂的背包 現在就拿了 Beam Sword Rifle 以及Gun Blade 這兩樣都是新的武器 先看看Gun Blade 其實我覺得這個裝備很喜歡柄 這個位置就像一把激光的日本刀 這個位置其實就是一個Beam Gun 是一個複合型的兵器 設計相當之喜歡柄 大家應該都看到 刀身是一個透明部分 另外這把Beam Sword Rifle 也是一個新的武器 這個臉的位置 有一個小小可動 另外大家應該都看到 其實 來福槍的準聲 以及盾 Dia Ambika 這個綠色的十字 其實都是這盒 少數的貼紙 其實只有幾張 這盒貼紙 這把Gun Blade 除了一個刀的形態之外 其實都可以拔了一個刀身 之後插這個收納之後的狀態 就這樣 就可以再跟這個 Beam Sword Rifle 就 撒起來 變成一把東西 好像別人的刀槍 其實這樣 強化了的Darilubarude 左右肩膀都有個大型的Dia Ambika 它裡面有個關節 可以反向前面 做一個護盾 現在就拆了兩個Coussar Isfara 用到地台 拆了一個 雷射劍的效果 就是這樣 大家應該都記得 這兩把東西 就是打沙迪克至聖關鍵 沙迪克打到它變成人棍 以為贏眼 怎料 古爾就射了兩個Isfara 上去上面 一下就劈斷了手腳 這兩個東西應該記一功 講到這裡 就真的要生氣一下Bandai 那些地台很小器 大家看到它其實有六支臂 但是 一支可動都沒有 因為如果你要砌可動 就要長短搏 變相 如果要可動的話 就只有三支 我現在就長短分開插六支 插頭的數目又少 真是很貴氣孤寒 Bandai 還有配件 重複一次 這盒 總共有四架機體的expansion parts 分別是 Dalilubalude 惡魔審判者 鐵騎高達 以及 古意專用的Dalilubalude 總共有四架機的expansion 在同一盒 這盒又要感謝MK哥 這盒是MK哥幫小弟在Priman Bandai 按回來 成為$110 你們經常說不喜歡水星 但是這盒都要搶 都不是容易按 頂來 $110 我覺得這盒的內容是有點少的 只有槍和武器 好像現在買一盒水星的量產機 都是幾十元貨幣 好像現在的槍還要貴 以事論事 真的有點貴 不過加上感情分 我覺得是值得的 特別是 WOW! Dalilubalude 裝完裝備之後 是贏了十倍 還有這個時候的古意前輩 已經由古意前輩進化了 做古意名 或者古意超人 大家經常說笑 我覺得 在我的收藏中 是很需要有第二季的造型 特別是Dalilubalude 反而鐵騎和惡魔審判者 我沒有感覺 真的這盒是最主要的 如果大家不太喜歡水星 我覺得無謂特別高追這盒 這盒是超級粉絲向的 而且這盒出的真的有點像 如果on air做的時候 我想 特別是Dalilubalude 應該會搶的 不像Bandai有什麼考量 要將他們 group 一盒 那麼多PB化 有點不理解 不過怎樣都好 作為水星的魔女的粉絲 我覺得這盒我是需要的 今集的分享就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玩其他玩具 在這 拜拜